咳咳 咳咳 兄弟们 起床了 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 我的妈呀 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 早上被闹钟给叫醒了 现在眼睛都睁不开 但是没有办法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们总不能迟到了吧 对吧 所以起床了起床了 我其实今天起的比较早 已经7点半主要是想测一下 从我家到公司到底花多少时间 如果说花的时间不多 我们下次就可以不用起那么早了 今天份的OTD OK 出发 现在的话是7点50了 也就是说我洗漱一共是花了20分钟 然后我需要先走一段路到地铁站 然后再换乘一段地铁 再走一小段路就到公司了 深圳地铁的早高峰人还是挺多的 都是苦命的打工人 是这样的 OK兄弟们我现在终于是到了 我的妈呀 我今天才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打工人的辛苦 我赶个早高峰这么累的吗 我上次入职的时候 我觉得来这边还挺快的 但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感觉硬生生多出来了 二十多分钟的通计时间 现在都已经是快八点五十了 所以下次还得是七点半起床 甚至说要更早起床 另外看到这里的 求大家个事 就是这边打工人真的好多呀 如果有兄弟就在这附近看到疯子 或者在地铁上遇到疯子了 大家就装着不认识好吧 疯子线下是真色恐 谢谢大家了 到公司了 给分配了一个女师傅 没有耶 我之前就是亚马逊这块 就基本上完全没有接触过吧 对 吃午饭了 香喷喷的肥肠面 只需十五元 继继继续回来搬砖了 下午继续跟师傅学习 实在是太无聊了 这没啥事做 OK兄弟们 我现在已经在下班了 就今天没有加班 是正常下的 哇下班之后 天还是亮的 真的太舒服了吧 但是正常下班的 好像只有我们这批新来的 那些老人都还没走 希望我们以后 不要像他们一样吧 好沧桑呀 我感觉我现在 我裂开 OK OK兄弟们终于是到家了呀 然后顺便在外面买了份晚餐 一份9块钱的炒粉 然后加20块钱的卤菜 之前有很多人问疯子 就是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这不就是吗 下了班之后 吃顿好的 就贼舒服 你们知道吧 好吃 然后就来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一整天的生活吧 其实没啥好说的 因为今天一整天 真的很无聊 我就一直坐在工位上 然后看待我的那个人 在那里操作 在那里 对吧 回复邮件什么的 然后培训一下 就这么点事 就没啥东西 所以今天一整天真的挺难熬的 而且虽然说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 但是我能确定一点 那就是我真的很讨厌上班 人为什么要上班呀 兄弟们 真的会有人喜欢上班吗 一整天都坐在那里 真的很难受呀 但是 也没有办法 主要还是疯子太菜了 疯子做了好几年视频 但是没有天赋 啥时候疯子 粉丝能有个几十万 他上个屁的班呀 但靠自媒体都能养活自己了 不过现在还不行 我们就努力把争取有那么一天 疯子再也不用上班好吧 对 接下来呢 疯子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工作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一定要给疯子关注三连一下 那这期视频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